话说上次和大家试试 B&W PI 7S II 这对True Wireless 耳机时 预告过我将会试试它们最新的喇叭产品 今天就来到我们公司了 今次试试的是它们78系列最大的书架型号 这个705S III 亦是这系列 在几款书架喇叭中 唯一一款有顶置式高音单元的型号 ! 大家好,我是阿胖,欢迎来到FShop Sound.com 在正式开箱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肥差 或者教学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FShop Sound.com 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们的IG和赞生讯 有最新的影音资讯会在社交级级业与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一条review影片 请订阅cs、订阅、赞、订阅 因为这三部曲可以让这条影片推送给更多人看 今天试试的是B&W最新推出的700系列里705S III 其实我们之前也在用700系列的706S II 应该可以很清晰地告诉大家 这次700系列的进化是如何 事不宜迟,现在开箱看看这对喇叭究竟是怎样 其实这个700系列 这次座地喇叭、书架喇叭和中置喇叭都有选择 可以用来听歌之余 用来做一个Home Filter 其实是没问题的 好,开箱 有700系列S III 简单的说明书 然后机背反射孔的吸音棉也有两件 而且可以这样分离式的设计 吸得死点就可以安装 吸得松容点就可以安装一件 亦有3M的胶贴 当然会有喇叭的面网 之后我现在抬出喇叭 然后你与上一代的第一个型号比较 你会看到这次整个外观 设计也有很多东西不同了 首先有一个好像800系列的顶纸式高音 即是沙取形的高音单元 独立在这里 另外,连中低音单元 其实也非常像800系列的设计 其实用料上也是承计着800系列 令到700系列的吸引力可以叫做大增 然后喇叭的双体也有些改变了 可以看到这个表面有点弧线的设计 跟之前的44方方有点不同 然后这705S III 也是二路的双单元设计 其他规格留下我 稍后再跟大家交代 这次我们试试的是B&W700S III系列 三款输架喇叭中最高阶的型号 705S III 也是这系列的输架喇叭中 唯一有顶纸式高音 当然,这个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的 实心铝沙取高音 在单元上与800D4系列一定不同 700S III系列用的是 去偶导碳震膜 双层铝側头顶高音单元 但仍然属于加长版的设计 至于它用的6.5吋中低音单元 搭载了B&W 著名的Quantium 音盘 并装置在全新的独立音室上 确保单元运作更稳定 而在双体设计上 700S III 系列也会使用弧面前仗版 较上一代明显来扎身 单元稍微突出 可以大幅度降低掩射的问题 提升定位和脱霜感 喇叭接柱是水平式设计 更方便搏线 而颜色方面 700S III 系列将提供亮黑、亮白 全新的Mokka 啡色 以及亚太区独有的红木色面 如果有留意我之前两声度的设计影片 都会发现我们用了B&W 705 S3 这对输家扬声器 来试听 而对比起我原本住场的706 S II 虽然计算它本身是高一级的产品 但实际上我觉得 在声音表现上可以称得上 是有飞跃的进步 首先想说在外观上 705 S3 虽然在单元的尺寸和706 S II 以至705 S II 都是一模一样 但真的放出来后 你会觉得 705 S III 像瘦身了、slim了 再加上它用了弧面前脏版 我自己觉得 看起来没有S II 那样外版 亦因为这个设计上的改变 令它在一个不太大的摆放空间 摆位来得更灵活和弹性 至于实际的声音表现上 无论之前几条的评论用它来试听 至今次很认真地做这扬声器的试听 我都觉得705 S III 的声音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讨好 它的结像和摆位都清晰分明 然后这些音效的左左右右、深深浅浅 其实它全部都可以呈现得到 虽然看上去 真是滴滴色色的一对书架扬声 但整个低频是有足够的动态之余 亦做到一些很理想的层次变化 我觉得以一种书架扬声器来说 绝对非常惊喜 虽然为了它的顶置识高音单元 我觉得在呈现乐器时 特别是钢琴、小号等等 都可以做到一个亮丽和富有光扎的表现 而且整体来说 都能做到一个很理想的脱霜感 高音亦来得松容 甚至在播放一些大盘时 其实都能做到一定规模感 当然,你不能说它能去到座地那么夸张 但又是那句 一对不算很健碩的二路书架喇叭来说 我自己觉得是绝对有惊喜的 你知道人吗? 那天一角落自来的 因为同时,最静黄的一切 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尊敬的每一切都能夺 这一切都能够迟回来 那天一切都能够迟回来 这一切都能够迟回来 也能够迟回来 我们全身够迟回来 涮叭变化 另外,对比以往我试听过的B&W 喇叭 我自己觉得今次的705S III 不算大咬 我们用的扩音机是Tino PMA 2500E 在音量上,我们开到9时所有的水平 已经非常够声和够动态 亦是因为这个不算很难推的设计 令这对喇叭在夹机上 灵活性和弹性 比以往的B&W 喇叭更好 如果利用的扩音机是一体化全在一产品 不是非常大输出的话 其实这705S III 出来的表现 应该还可以有不错的效果 如果您本身担心800D4 这系列 可能会比较难夹 这次的78S III 系列 可能更适合你 特别是它有顶纸式高音的单元型号 基本上已经延续着800D4 的设计概念 甚至有些技术下放 令您享受到比美旗舰型号的声音表现 所以这次的705S III 依然是B&W 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书架喇叭型号 这次英国品牌B&W 最新推出的705S III 这一对有顶纸式高音的书架喇叭的评论 大致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然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这次的705S III 比起我之前一直用的706S II 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甚至我觉得声音讨好了很多 即使是同一个场地用的器材没有改变 你也会觉得声音松容了 而且动态出色 高音也够亮丽 人声也输出得非常有味道 还有整个外观上的设计 我也觉得有不同的观感 令它的吸引力更大 而且颜色上也有多了选择 因此,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对不算大意入屋的书架喇叭来说 我诚意推荐给大家 705S III 这一对 有顶字式高音 B&W 非常适合设计的书架喇叭型号 其实我自己也对这对喇叭非常感兴趣 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入手 今天大致上说到这里 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